工育善其事,除了必先離其器之外 材料的質素都很重要 戶外用的木,雖然不用像做傢俬的木 那麼需要全部都Square 但太參差的話,起什麼都不漂亮 所以今天,我們就在這裡選擇可以用的木 我們選木的時候,就要看清楚 木有沒有彎,有沒有爛 像這些一樣,滅了就拜拜了,我們下一條 那每個圓圓都放一夾 那現在取落都OK了 然後再看看,這邊有沒有冷 這樣就可以選擇了 好,不用選擇 通常我會用單眼來看 就是你會看這個,從這裡開始拍 看這個面就不夠,會不會彎 一邊高一邊低 好,好,OK 這樣就要放兩顆 今天,這兩顆就夠了 好,OK 其實選擇木不難 其實也可以選擇木 所以要放兩顆 小小也不要緊,最重要是不要拿上一條螺旋形扭上的木,真是救不了 而且這間戶外木的含水量也偏高,水份蒸發了就很容易變形 所以買完回去安置木材的地方也很重要 如果想買一些比較漂亮的木材,就可以去鋸木廠直接買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多謝你支持這個頻道,記得按LIKE 繼續看相關的影片就可以訂閱,按鈴鐺 我們下回再見